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兰为了自己的老爸也只好答应 小兰开始住了进来 老妈女对小兰很好 儿子男也对小兰很温柔 自己在这里过得还不错 可是老爸男就很奇怪了 经常会用色色的眼神看着他 小兰也得知原来老爸男很好色 曾经外遇过 导致现在老妈女还是和老爸男分房睡的 哇 老爸男竟然去小兰的房间 拿她的内内来欣赏 然后还偷放了监视器 老爸男看儿子男和小兰搞 唉 儿子男真的是不够惊艳咯 这样小兰怎么可能满足到呢 隔天老爸男看到小兰 哇 小兰竟然没有穿胸罩 老爸男称赞她的身材很好 老爸男说他们家比较保守 希望小兰和儿子男还没结婚前 不要 昨晚一直听到小兰 小兰很不好意思的回房 老爸男打算进行下一步行动 他们一起吃饭 老爸男和儿子男说要她出差五天 然后不准小兰跟去 怕儿子男工作分心 让老妈女陪同儿子男去出差 What the 儿子男和老妈女就这样出差了 老爸男和小兰说 都是一家人了 不要那么拘谨嘛 老爸男说 亲家还欠她很多钱的 看小兰那么紧张 主动帮她按摩 老爸男 别大喊了 来了个霸王硬上弓 嘎嘎嘎嘎 小兰很难过 可是却不敢反抗老爸男 老爸男越来越过分 一直搞小兰 还有一天儿子男就要回来了 小兰真的很想念 温柔的儿子男 字 A 起来 可是却不知为何 一直叫着老爸男 老爸男刚好回来都看到了 他想要了 嘎嘎嘎嘎嘎 儿子男和老妈女终于出差回来了 小兰迫不及待想和儿子男搞 可是儿子男说父母在等晚上先 小兰觉得儿子男真的太耿直了 老爸男也知道小兰离不开他的征服 晚上小兰主动去找老爸男 他想要了 嘎嘎嘎嘎嘎 几个月后儿子男和小兰也结婚了 小兰还怀孕了 大家都很开心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 我明白到 千万要小心有出轨前科的人呀 他们随时都会在出轨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